那么下面我们进入这个文件了 文件来讲的话呢 我们说它首先就是一堆概念 大家看前面这一堆全都是概念 然后呢 这个考点呢就是一个实现 然后就是一个词版的跳动管理 对于408来讲的话呢 基本上是在文件实验这地方出大题 那么我们下面看文件系统基础 也就是概述和分类 那么它的分类来讲的话 顺序啊 所以所以顺序啊 直接和西啊 这个我想就不代替了 基础版已经介绍比较详细了 目录结构的主要目的就是实现万民的存取 提高减锁速度 那么还是一些文件共享和文件重明 对于我们文件这一块呢 作为核心的一个处理结构呢 就是FCB 那么这个PCB还有我们的TCB呢 应该是我们操作系统的 作为核心的三个框 这个框实际上就是一个struck结构 它里边有什么 有这个文件的事与结构 文件的扣制信息等等 所以说呢 我们的文件目录 就是目录里边实际上存的什么 就是存的文件的一个一个的文件的空中框 所以文件空中框有需要集合 才会为目录 也就是说每一个空中框呢 就是一个目录像 那么文件目录 我们说在计算机存储的时候呢 实际上也作为一个文件 所以又成为目录文件 这两个概念要理解 那么所影节点的引入呢 实际上主要是严于Linux Unix 也就是PCB块太庞大了 我们进行文件处理的时候呢 主要是什么呢 是文件名 所以说单独把文件名呢 放在什么 目录里边 目录里边 然后呢 把这个文件名呢 就构成一个所影节点 这个节点呢 又成为实际上一个 所影节点 也就是说 在文件目录中 每个目录像呢 就是有什么呢 有这样一个文件名 再加上指向 这个文件来 这样一个什么 所影节点的 这样一个地址 也就是说 这个呢 所影节点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的 实际上就是我们的FCB FCB 那么它主要是什么呢 就是提高接触速度 那么看这个题目 那么文件系统里边 他们说仿意控制信息 存在什么地方 什么仿意控制那些呢 比如在Windows里边 用的比较多 对不对 读的 写的 对不对 还有隐藏的 我说咱们还用过没有 实际上 这东西没啥用 没啥用 在我们Linux里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Linux 针对不同用户呢 不同文件呢 有这些什么 仿意控制权限 如果你没有权限 你是读不了的 你是写不了的 就是只读的 对吧 他说这些信息放哪 比较合适 给出了ABCD四个选项 实际上这道歧 哪会一看来 知道什么呀 应该是A这个是吧 文件分别块 对吧 不会被其他混淆了 实际上文件分别表 是FD表 它是和什么 和文件实验有关系 它是告诉你 这个文件怎么样 站在哪些物理块 就是站在我们 哪些磁板块 那么这两个 我们说用过口令表呢 这个是什么呀 这是Linux Linux里有一个文件 叫PSSW 对不对 LD 这个文件你打开之后呢 就是你的用户名 你用户的权限 所分的组 对不对 然后你的什么 你的口令 口令是通过什么 通过哈希的 你是看不到名闻的 把加密的 所以这个就是用户口令表 这里边怎么会放文件呢 对不对 系统注册表 不一定说了 注册表呢 应该是我们这个 Windows特有的吧 IGSSV的 记不太清楚了 你可以打开这个桌表 它里边放了很多 就是系统的 一个相关应用的 这些桌子信息 所以这两期比较容易 主要就是 同时你要注意 怎么样 这种命题方式 你像这个 这两个 我们在操作行动 教材里边 可能就是没有提 这是一些常识性的东西 木屋结构来讲 如果单击的就不说了 那么核心的是 多地目录 也是我们典型的树性目录 也是我们的什么 ZM07 那么目录像来讲的话呢 是作为目录文件的FCV 又是什么 数据文件的FCV 就形成这样一个 数据结构 图示都如此 对不对 那么这就是个目录 目录里边 每一项呢 那就是叫做目录像 那么可以是我们的 文件的什么 FCV 那么也可以什么 就是我们刚才的 埃及检 对不对 那么同时呢 也可以是一个目录 目录呢 就是一个名字 目录名在指向什么 指向这个目录的 这个FCV 实际上就是指向目录的 所以我们要理解什么呢 我们就要理解什么样 这个目录的逻辑结构 和它具体的实现 是长什么样子 要把它什么样 对称起来 这个我们有题目进考过 对吧 那目录查询的时候呢 我们说最基本呢 是一种线性的检索方法 对吧 线性检索 实际上就是个数据表 对吧 数据进去查 那么查到UASA 再把它放大 对不对 找到UASA呢 这个所在的FCV 把它堵到内存里边 对吧 在汤里边 它里边都已经找 那么我们说在目录检索 这一块呢 我们说在实际上 就是数据结构的话 就是我们避数 对不对 避数 避加数 可以构成我们的目录结构 但是我们这一块呢 很少去考 那么设置当前工作目录的 主要目的是什么 所以这条题呢 是比较简单的 当前工作目录 当前工作目录呢 来讲的话 在我们什么 在我们这个Windows里边呢 应该就有这个PASS 对不对 应该是一个 这个环境编链 那工作目录来讲的话 就是当前呢 你在C盘下 比如说说CodeBlock 对吧 CodeBlock下面的 比如说My C Project下面的 在这些工作 在这些编译连接 对吧 那么这就行当前目录 也就是你的工作目录 所以这东西啥用 那个第一个 结省外存 第二个 结省内存 目录来讲 包括这个 省外存嘛 省不了 对不对 你外存该用到的 省内存也省内存 对吧 所以A和B呢 显然是混淆项 这个把它剃掉 只有C和D C呢是检索 D呢是读写 那这个呢 看起来应该差不多 对不对 因为在当前工作目录有了 那么你对这个目录里边呢 比如说你写的怎么样 写的这个 写的这个 Hello Decid 对不对 你对这个文件呢 进行用CodeBlock 进行读的话 那肯定要读得非常快 对吧 所以说呢 C和D 检索 当然检索也会快的 找的 找的很快 对不对 读也读得很快 所以说C和D呢 是拿不准的 那么实际上 你再仔细琢磨啊 琢磨 就是有了当前目录怎么样 你之所以加快了文件的读写速度 我说文件读写速度分明什么呀 分明第一是吗 你要检索目录 对不对 第二不一定到什么呀 到四版的去读 对吧 实际上你读一个文件呢 是由这两部分时间组成 也说它首先有一个什么 你要找 从目录里边查找的过程 然后呢再到什么呀 再到你词盘上读的过程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在 讲文件的结构地方 我们有些题目就是 考察什么 考察你 就是读一个文件的时候 你访盘的测数 一部分就是目录 然后呢就是 你这个文件它有几个什么 词盘块 也说物理块 所以说你理解这一点之后 你说有了当前目录 之所以读快了 是不是 这个地方提高了 对不对 这个地方提高了 实际上就什么样 文件减锁到快了 你不要 不用从呢 不用从该目录 C 然后再到Codeblock 然后再到哪里C 你不要从这一级进行找了 而直接什么呀 直接从当前目录呢 就开始找 所以这题答案呢 应该C 文件的多解速度 本质呢 其实和刺盘有关系的 它是一个刺盘的属性 是一道经济是什么 你这个移动磁闭的吧 寻到时间 旋转延时 再加上读的时间 这些是词方的固有属性 所以说自己功能默默地对文件的读写的固有属性是没有影响的 但是咱们觉得快了是快了是什么 减锁 所以这道题呢是比较有意思的 比较有意思 所以我们操的系统呢 就是很多题目呢是和咱们实际生活是结合的 但是呢 你要从什么去 学了之后呢 你要从什么 从咱们的理论基石上去理解的 二 这道题简单 就是删除文件干不了事 A 删除文件所在的目录 这个我觉得你看完之后知道其答案 你懂完A之后呢 这肯定是不对的 你什么时候 删除文件大家都删除过吧 你不要告诉欧老师 我从来没有删除过文件 那不可能 那么你只要删除文件的时候 你把这个目录删了吗 不删了 对不对 你删除文件是不是就算你 把你这个目录里边 这文件的这一项内容给它删除掉 是删除这个目录像 而不是删除文件 因此呢 下边删掉大家一看 删除以此因为关联的目录像 对吧 然后另外第二条就是 删除对应的控制框 当然呢 如果你这个索引的话 你还带一种FCB对不对 你还要把FCB这个框的删除掉 释放于它的内存机缓冲 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当前这个文件 如果你出于使用状态 那么你在删除的时候 你看它会提示你 本文件正在使用这文件 你把它关闭以后 你才能继续删除 所以说你怎么样 要删除之后 就是说你 这个操作结束之后 删除的时候 要把你的文件 所关联的内核呢 内存的这缓冲呢 要把它释放掉 所以这是我们第二个题目 这个比较简单 文件共享来讲的话呢 一个是所以 一个是符号力 那么所以呢 又是我们一个什么 硬共享 它是把什么 把这个所影节点的指针呢 给你 给你 那么还有一种就是软共享 软共享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快捷方式 再强调 对不对 它不是把这个文件的这个 这个这个节点 所影节点的指针给你 立地给你 而是给什么 给了你需要贡献的文件的目录 目录对吧 把这个目录给你 然后呢 把你的文件的名字给你 所以说呢 它也取名了就是取了一个和它一样的名字 然后呢 只不过怎么样呢 里边什么是 它录镜名 所以是要符号力 也就是我们的快捷方式 打开你的快捷方式 点右键看看属性里边 里边写的啥 我们看 题 那么你说 在这地方是一个引用值 如果说 F1的这个引用值呢 应该是1 那么 我们建立了什么呀 F1的符号所影 F2 就是F2呢 是个符号所影 对吧 那么这里边呢 应该存在什么 就是你的这个路径 一个路径pass 对不对 pass 那么 又建立了F1的一个什么 硬连接 那么硬连接麻烦了对不对 F3的硬连接对不对 这是一个文件对吧 它指向它对吧 那么硬连接是怎么样 它也指向它 对于符号来讲的话呢 符号来讲的话 它是指向什么呀 它是指向你的 这个文件的这个路径 那么建立硬连接之后呢 这个1呢就要变成什么 变成2了 变成2了 那么它变不变了 它是一个什么 软连接对不对 它应该指向就有它对吧 它变了它也变 那么现在把这个删除掉 删除掉 删除掉 删除掉之后来讲的话 我们说它在删除吗 它不删除的 对不对 它不删除了 对不对 比如说你爸 你快捷方式这一块 你想一想 你爸指向的快捷方式 如果你爸的链接的文件 删除掉 但是它是 这个快捷方式还在的 对不对 只不过你在一点击的时候 它就找不着了 但是这个地方要由1呢 要由2呢 变成1 所以说它来讲的话呢 它是一个什么 快捷方式 它指向什么 指向这个文件的这个什么 一个软件一样 所以说 所以说 在这种情况下 F2和F3呢 这个引用处置呢 都是1 那么 这道题目呢 就是涉及到 就是这个引用的值 对吧 硬连接呢 会改变的引用值 软连接呢 是对它是没有影响的 软连接你 你增加了十个八个 它原来是几还是几 是吧 原来几还是几 是不受任何影响的 那文件的保护这一块呢 叫一些这个ACL 反处的策略啊 容错机制啊 后背系统啊 这个就是一种概念 要去考 特别是有同学问过 说老师 我们这个考考里面有RAID 我们RAID这东西 你问我 我也没办法 对吧 它就是RAID的0123 你把它要把它圈出来 有的是镜像的 有的是没镜像的 对吧 有的是什么 是提供机会教验的 有的是没有机会教验的 它考的数目 就是纯现的 纯概念的考察 说法就考记忆 对吧 我说这没有办法 你指头就是 分辨论把它记住 我要讲的话呢 零有什么功能 又得意义什么功能 那有啥意思 对不对 你自己看也是这样的 就是把它记下来 实现重头戏 核心我们这一块 那么首先层次结构呢 就分为这个接口 软件和对象 这个了解就可以 我们中间讲这个物理机构 物理机构我们讲过的 就是物理化 神如光 对不对 物理化是一个逻辑上的 那么它再下降 再细分的话呢 是散驱对吧 散驱我们说是最小的 最小的 散驱来解它往往就是 50012大币 而物理化呢 往往是它的什么 就是一个 或者什么是1024 或者是什么 四个对吧 四个2048 四个对吧 它往往就是它的一个什么 像一个偶数倍 那么我们在进行 给文件进行分配的时候呢 我们分的是什么 是物理块 不是散驱 因为物理块 我们在温度里边 又充分错 又充分错 然后这个要记住 那么在逻辑上实现呢 可以是连续的 物理呢 可以是不同的方式 这什么意思呢 你一个在逻辑上的 这个顺序文件 那么你进行存储的时候呢 它可能是练世的 对吧 它很练世的 这个就是 逻辑和这个实现 是两个什么 不同的 那么我们看 陌路的实现比较简单 它就是个信心表 或者就是采用个散链表 这个比较简单 但是文件的实现呢 有很多种 一种就是 大家一看 连续面配 练世和缩影 这个缩影主要是什么 多一缩影 我们依次呢 给大家稍微看一下 连续来讲的话 就是什么 就是把这物理块 首先注意哈 这句话什么意思 这个要解释 也就是说物理块 我们把一个磁盘 比如说四个季的磁盘 二的什么 三十二次方 对吧 我们每什么呀 每四开 我们做一个什么 物理块 行不行 因此每四开的 二的什么呀 十二次方 所以说你这个 四个季的硬盘 我们怎么样呢 每二十二次方 每四开 做一个物理块 因此呢 成了什么 等于二十 二十 对吧 比如说是一兆 比如说它呢 有什么呀 有一兆个物理块 那么这一兆物理块呢 我们说从零开始编号 编到是吧 编到 二的二十四方 编一 它就构成一个什么 叫做一维的限定地质 这个我们说 和存储和内存是一样的 就是说 外存的实现呢 和我们内存的 叶式离散化存储 基本上是一样的 一个意思 一个样的意思 但是具体操作的比一样 所以操作的比一样 因此我们说 在顺域结构的时候 怎么样 就是 就是你把它存到一个 连续的这样一个什么 物理块 所以在存储的时候呢 你只要给出 你是从第五个物理块开始 用了几个呢 用了四个物理块就行了 对吧 也就是五 六 七八 对吧 这就是你的 这个具体实现 它的简单就是 结构简单 随机存取 非常方便 实际上 这个顺域存取来讲 就是我们的这个数数 对吧 咱们数数 想一想 随机结构 你把它联系起来 就是用数数操作 缺点就是 联系空间呢 比较难于找 当然就是 插入和删除的时候呢 也不要麻烦 对不对 这是大温的吧 大温是一样 那么因此我们说 我们往往呢 是采用练习的方式 练习的方式 采用指针的方式 对吧 也就是说 你既然怎么样呢 给我的一个个的就是 就是这种 离散的物理块 对吧 那物理块 我们说4K对不对 4K 那么我从你的物理块 的4K里边呢 我抽出来什么 抽出来四个大币 放什么呀 我不放数据 放什么 放指针 这个指针是什么 这个指针实际上就是 什么物理块号 放进物理块号 实际上什么 只要下一个 只要下一个 那总共呢 是4K对不对 4K应该是4096对吧 4096 那么减去四个大币之后呢 还剩4092 这数据货是4092 所以这是什么 单链表 所以链接方式呢 我们说就是一个单链表 当然这是一个什么 隐私链接 对吧 隐私链接 就把指针呢 放在什么 放在你的 这个磁盘块里边 那么还有一种写信链接 写信链接呢 就是Windows 它构建了我们的 FAT表 文件分配表 这个文件分配表来讲的话呢 就是说 它是什么 它是在硬盘 格式化之后 就构成了FAT表 这FAT表开始是空的 开始是空的 对不对 那么 这个文件分配表的 表的序号呢 就是块号和错号 从0呢 再看到分解1 那么分配 给这个文件的时候呢 它是把上 把它的第一个 物理块号呢 寄到FCB里边 那么 它把其他的物理块呢 我这没给大家换 它放到什么样 放到FAT里边 对吧 我们在基础 把它里面举个例子 对吧 我们简单的说一下 就是3 就是8 1 就是说文件 我们说 这个文件 比如说 比如说 就是这个 Hilo.C 对吧 是在 FAT表 在它的文件分配表里边 在这个 FCB里边 是吧 它有一项呢 是实现 实现是3 代表什么呢 第三号物理块 是它的 那么因为我们说 第三号物理块 是它的 大家看一下 它还包含谁呢 还有个8 这还写个1 说 3号是它的 就3号物理块 是它的 另外我们说 怎么样 8号物理块呢 也是它的 那么怎么知道呢 找过来 对不对 那么一号物理块呢 也是它的 对不对 最后是个空代表 结束了 381是它的 这是发代表 类似于我们这个 类似于我们 跟它列表一样 对吧 那么另外呢 就是缩影 那么缩影方式来讲的话呢 它分为什么样 是因为我们的这个 这个 多级缩影 多级缩影和单级缩影 单级缩影来讲的话呢 是 是比较简单的 但在缩影里边呢 就涉及到什么 这个 这个文件还大小问题 文件大小问题 我们先来简单举个例子 比如说还是 一个块呢是4KB对不对 这个是一个是磁盘块 这个磁盘块来讲的话呢 就是文件实现 比如说它的磁盘块呢 是5号 比如说它在什么 它在FCB里边呢 有一项指向就是 我是5号的磁盘块 那么5号磁盘块里边怎么样 它放的是什么 是一个个的什么 一个个的所影像 也就是说 假设呢是 每个所影像呢 是四个大B 因此4K除以4 等于一开对不对 所以说呢 它有一开像 这一开像什么意思呢 一开像指向什么样 指向一开个什么 物理块 对不对 也就是说它指向什么 一开个物理像 也就是说这个文件 在单机算计的时候呢 它需要什么样 它最大的是一开个物理像 一开个物理块 每个物理块 再一看又是什么 又是4KB 对不对 所以说它文件最大呢 应该是 是赵个大B 这就类似一个套法一样 我们待会还有相关的题目 谁呢 就套法一样 这是我们的单机所影 那么 回合所影来讲的话 就是因为 单机所影来讲的话呢 你这文件大小 大家一看 就固定死了 对不对 固定死了 那么我们怎么样呢 我们才有什么呀 所影所影 比如说 这是个所影块 对不对 指向什么呀 指向实际的物理块 那么大小固定死了 我如果构建一个所影表 这个所影表的 每一项呢 是指向什么呀 指向这些单机所影 我们称为这是 这是一机所影 这是什么 这是二机所影 所以这样子我们说 这就使得怎么样 这是一机所影 这是二机所影 那么这个就叫什么 一次间接 这个叫什么 二次间接 那么也可以 多次间接 那么这就有项的增大了 文件大小就增大了 对不对 文件大要增大了 所以混合所影呢 是我们在命题里面 是考得非常多的 那么这是我们 混合所影的这本结构 这本结构 对吧 它有这个身高的 身高 一级的 还有什么 这大宝的 二级的 二级的 那么叫一次间接 二的间接 对不对 那么因为这个地方 也有比较纠结 就是 纠结在哪呢 就是 你看这个呢 我们又称为什么 直接所影 直接所影来讲的话 实际上是 一级所影了 那么到了它之后呢 实际上应该是 身高来讲的话 应该是 属于这个 二级所影了 二级所影了 因为 这是一个所影 到它是二级所影 所以说 在命题的时候呢 我们一般都采用 就是像这个 汤老师教材 把教组呢 叫它一次间接 二次间接 这样呢 更适合一点 但是这个命题这一块呢 它有时候描述不清楚 所以说呢 你要仔细地分别一下 所影分配的优点 即使有链接 又有顺序 为什么呢 所影表是顺序的 对吧 但是分配的时候是什么呀 所影里边内容是什么事 链接的对吧 非常好 那么下面呢 看题 看题 然后第一个题目就是 适合随即访问 又一一扩展的是 实际上说 实际访问来讲的话 这是顺序 只有我们的顺序成熟呢 是什么呀 是就顺序的 又连续的 连续的这是什么呀 是可以实际访问的 但是呢 它不适合于文件扩展 因为是实际访问 所以说 你要链式结构 链式结构 这个东西就去掉了 链式结构 我们说 你不管怎么折腾 对不对 那么链式结构怎么样 就从一块到一块 一块到一块 一块到一块 所以说呢 我们说对于 链式结构来讲的话呢 它就是一个块到一块 一块到一块 所以说 这个呢 实际是不可能的 所以只有这两种 这两种 但是它说文件扩展 我们说连续结构不行 连续结构来讲 扩展太麻烦了 它要什么连续的 成续空间 是哪个得长那么大 对吧 所以答案呢 只能是B 所以你结构 只能是B 我们的所以你结构 第二个题目呢 就是套拔的问题了 求这个 单个文件的最大长度 那么这些题目呢 我们说 没办法 只能是慢慢地琢磨 如果更好理解的话 那就画图 它说 这个文件的所以你结构 所以你结构 文件的所以你结构呢 我们看一下 那么有七个地址项 那么四个呢 是直接缩影 七个地址项 零 一 二 三 零一 二 三 这个呢 是直接缩影 一说怎么样呢 它每一个呢 是指向一个什么 物理跨号 我应该用圆圈呢 代表物理跨 如果听我课比较多的话 基础班听过来都知道 然后另外呢 就是两个地址项呢 是一级间接地址 就是四号和五号 对吧 这两个呢 是先指向一个缩影块 一级间接嘛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缩影块 指向什么 物理块 它呢也是 那么我们说 还有一个呢 这是六个的 对不对 六个的 那么还有一个呢 是二级间接地址 这个呢 是二级的 比如说怎么样 它指向它 然后再指向方框 这里边才是什么 哎 才是这个 才是现在的物理块 是吧 是这样的 那么现在他问你什么呢 就是每个地址项的 大小呢 为四个大B 那么 所影块和次盘数据块 就是圆圈和方框 方框是什么 所影块 圆圈是次盘块 大小呢 都是什么 256个大B 256个是什么 是二的 这个八次胖 这有没有 对吧 那么我们说 求文件的长度 那么再来讲的话 就是什么 其实就是求什么呀 你有多少个圆圈 对不对 你把这个小圆圈 把都求出来 成是二的八次胖 就完了 所以有多少个呢 大家一看 大家一看 首先这个有四个 对吧 这个所影块有多少个呢 所影块就是什么 就是二的八次方 吃的大小 对不对 它里边每一项存的什么 是你的块号 对吧 就是你地址项 地址项是几个大B 四个大B 四个大B是二的什么呀 平方对吧 应该等到 二的六次方 是不是 二的六次方 所以它这里边有什么 有二的六次方 一个 再加上什么呀 对于 二的六次方 还得乘以二 对不对 还得乘以二 这个千万不要忘了 再乘以二 为什么呢 它有两地址项 对吧 那么另外还有下面 什么项 所影的所影 所影的所影就是什么呀 就是二六次方 乘以什么 二六次方 然后把它活起来 活起来 对不对 然后再乘上一个什么呀 就是四加上二六次方 乘以二边 再乘以二的什么 二的八次方 二的八次方 所以说呢 在计算的时候呢 因为题目里边 大家一看 你要看这个题目 因为我们是 这个单选题 对不对 单选题 所以它都是开 所以你很容易就想到 像开进行 这个换算 就二的十字方换算 对吧 所以说这四 二的平方 对不对 这二的八字方 也说你把这二的八字方 乘进去 第一个呢就是一开 想象什么呀 想象再看 你把它再乘上二的八字方 对吧 二的八字方 这是二的七字方 二的什么呀 十五次方 对不对 十五次方应该是 三十二开 对不对 再想象它 恰了再一看 这个二六就是什么 十二 对吧 十二加八十二十 所以说它是什么 是一等二十四开 你把二十八字方乘进去 那么你把开提出来 就是什么 就是这儿加了三十三 对不对 应该等于一零 五七开 答案是C 让它计算出来 所以这有了 从前来做的题 我看过了 它把这东西呢 全部打开来 然后计算再乘二十八窗 然后再反过来 再推到什么 这个开 太麻烦了 所以说选择题呢 做题来讲的话呢 和我们这个硬体不一样 对吧 你要从答案来进行反推 节省怎么样 节省我们的计算时间 第三题 送分的 送分的 就是CD入目 CD入目 这个快速随机播放的吧 形成最好的组织方式 我们说CD入目的 研发器是只读的对不对 不允许写了 所以你只要把它写进去 一直写 它后来都是读 所以写的怎么样呢 连续节目能会最优的 对吧 那么 另一时来讲的话呢 它主要用扩展 对吧 直接说有多一个素页 我说这儿行不行 也可以 但是怎么样 有 联续节构在 那么在只读的情况下 入目嘛 只读的情况下 只有联续节构是最好的 读到一个可以顺序的 把它都读出来